不担心啊 我觉得 其实这个调侃还好啦 我一直以来接受的调侃 比这个还狠 这次是咱们第一次来纽约 参加一个国际上的四大时装 我们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趣到没有 惊喜到没有 因为 吃到中餐 往年的国际时装周 总有范冰冰 李冰冰这样的大牌艺人前期看秀 而此次 好声音的学员 极客俊逸和吴莫愁 却似乎成为了最受关注的华人女星 但同时献献纽约街头拍摄照片的二人 却忙得连话都说不上 昨天我们拍片的时候遇到了 我在这边拍 然后它在对接 就是类似一个十字路口 它在那边挺远的 然后我还在那拍 突然就 就无意义转 就拍他们在看片 我转过去一看 那也有这摄影团队 哇 特别大声 我肯定在这边这边给我打个照片 我肯定在这边就会打个照片 我肯定在这边就会打个照片 我肯定在这边就会打个照片